一插就跳 那插两插怎么是 插座插烧水壶 插三插的电器一插就跳 就跳电闸 其他的插座也是 插两插的电器功率大了会跳 你想这一个插了一个床头灯 或者插充电器 它都不跳闸 一跳还跳两个闸 两个路电保护器同时跳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先把电送上 看一下这个床头灯 开灯 正常亮 电闸也不跳 用电功率一大一开就跳 小电器没问题 这个真的很奇怪 这一跳还跳两个路电保护器 打开配电箱盖 上次修了一个一插电就跳 是零线和地线接反了 而这一个 也是插座的零地接反了吗 我得确定一下 当然进线没有问题 零火地都正常 漏电保护器 确定一下火线是右侧 我想确定一下插座那一头接线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零地接错了呢 在这头拆下一根零线 这个电闸也拆下零线 火线不动 然后合上电闸送上电 现在只跟火线通上电 灵火之间插着电器形成回路 所以零线也带电 这样是正常的 这样去插座那一端 测零线也应该是亮的 那就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插座 火线有电 零线 零线有电 地线 正常 它这个插座是正常的 接线正常 如果测的地线也亮 那就不正常了 这样看它这插座接线没问题 忘了看了 它这个烧水壶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一插就跳呢 烧水壶是不是漏水漏电呢 测的烧水壶不漏电 不是烧水壶的问题 其他的插座呢 测火线 有电 零线有电 地线正常 很奇怪吧 接线都正常 为什么会出现一跳两个闸呢 接着往下看 零线都带电 正常 拉掉这个电闸 零线还带电 火线还带电 哦 这是什么问题呢 电闸没问题啊 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接着看 拉掉这个电闸 没了 都不带电了 那我拆下这根火线 现在测都没有电 合上这路电闸 再测 零线带电 测这一路 火零线也带电 火线也带电 线接混了 这几路线接混了 它这种排除了是电闸的问题 我先断开电闸 单独接这一根线 这个火线 送上电 用电笔测 火线有电 零线有电 测这些零线都带电 火线也带电 好了 基本上可以确定 它这个线接混了 用万一表测一下 它这个火线都是通的 它这个有个简单的解决办法 就是把这两个电闸的零线 压在一起 火线也接在一起 就是压到一个电闸 接到一个路电保护器下边 这个电闸不接 这样再送上电 应该就没问题了 合上送电 所有的插座 再插三插的烧水壶 正常 这个插座呢 看一下 也正常 不跳了 所有的插座 烧水都正常 这样用也可以 没问题 但是我还想给它找一下 是哪一块短接在了一起 这一共是三路线 这是一路线 往下走的 这是一路 这一路往上走了 红线这一路呢 是这一路 也是往下走了 这个可以测一下 往下走这个绿线 与 往上走的绿线 不通 这两路是不通的 与往下走这个红线 是通的 往下走这两路线 是通的 有可能在某一个地方 被短接在了一起 这两路不同的线 怎么能接混了呢 在哪个地方接在了一起呢 所以说不同路电保护器 下面的灵火线 不能出轨 接混了会跳闸 你看啊 现在它们的灵火线 之间都是通的 因为电路上还插着电器 拔掉这些电器 拔掉所有电器以后 确定火线与火线是通的 灵线与灵线是通的 那就打开插座 找一找 看是不是它 拔掉零火线接头 三路线的接头全分开了 现在侧着刚才通的这两个火线 好了不通了 零线也不通了 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 就是这个插座里这个接线问题 不是一路线并在了一起 它这里面有新下的线还有老线 这个房子是二次装修 确定一下这头把两个火线 短接在一起 插座这一头测量 就可以测出导通的两个线 这就确定了 这路线是空调的线 后来自己家的电路 空调线单独走的 下线的师傅把它和普通的插座 下在了一起 这路线就是往其他插座走的 这是装修以前的老线 这根线不该接 那这样问题就找到了 就是从这两路线并在了一起 这样就好了 把所有的电路分开以后 这三路线都单独接了电掌 没问题 它这就是电线混接 导致的不同路电保护器调查 好了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指点 这个东西跑到一头 应该自动返回的 突然就不行了 看一下什么情况 刚到现场 这么乱呀 这拆了还是换东西了 他们怀疑焦流接触器吸盒不好 导致电机 只朝一个方向走 是没有正反转了 然后换了个焦流接触器 还有热接电器 换了这一套 临时接上以后还是不好使 就是接上以后反而正转也不转 反转也不转 我没看明白 它是怎么弄的 这是 说电线都是按原来的接法接的 中间接电器也都换了新的 设备还是启动不了 确定接线都没问题 就是拆一根接一根 两套焦流接触器 就是电机正反转的 带我看一下这个电路 刚开始一看看不明白 现在四缸跑到那一头不动了 手动让焦流接触器吸盒 现在接触器已经吸盒了 但是电机不转 测一下热机下面的输出电压 给电机的输出电压 三项输出 应该有380V 没有 很奇怪啊 它没有输出电压 诶,奇怪 是不是主电源没有电压 测一下焦流接触器 这一块输出 有没有380V 有 接触器有输出 热机电器就没了 是热机电器与接触器 连接没连接好吗 确实很奇怪 焦流接触器再测一下 确实有输出电压 看着热机电器 给它连接也很好 我再确定一遍 有点不敢相信 这种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确实没有 没有输出 所以还是说 看着这个接触器吸盒了 但是热机电器也没有输出电压 电机当然不转 把电停了 看看怎么回事 拿下辅助出头 这是换了一套旧的焦流接触器和热机电器 压的应该什么问题 把热机电器拆下来看一下 所以我感觉是热机电器出现了问题 热机电器 这头是输入端 这头是输出端 输出接着电机 量一下电机的线圈 正常 线圈电阻 三项之间 都是一样的 正常 首先肯定电机没问题 那直接量输入端 那直接量输入端 看能不能量出电阻 没有 这两项 也没有 很神奇啊 您看一下这一个 这个有没有 直接测交流接触器输出 有 测这个电阻 电阻是正常的 拆开这个热机电器 看一下里面的结构 出现什么问题了 啊 热机里面的电阻室都烧断了 他们说这是从别的设备上 换下来的一个劲 这已经坏了 还换上当然不好使了 这里面的三项 就这一项是好的 那这个也没法用啊 怪不得刚才测的都没有输出电压 那先把这个热机电器换掉 这里有一个 直接测一下它的输入和输出 测通断 这是好的 这个是刚拆下来的 结果换上去是一个坏的 那我把这个好的给它换上 好了 装好以后开机试试 现在这个感应头的位置在这 它就不动了 开机试一下 应该自动返回的 不动了 现在这套接触器应该吸核 反转 然后回去 骂原因呢 让线圈吸核的这个控制线 一缕是进入了中间接电器 中间接电器来控制接触器的吸核和断开 它们之间是互锁的 就是 谁控制中间接电器的呢 控制中间接电器线圈的线 一拽一缕 看到哪去了 很明显 这根线 在这 顺着这个线照 不出所料 接的是接近开关 是不是接近开关不好呢 滑块过来了 靠近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亮了 这是正常的 看另一头 这一个光电开关也亮了 没有东西靠近它 它怎么就亮了呢 这东西只有东西靠近它以后它才亮 你看这一个 这个正常 这个就不正常 这个接近开关坏了 它一直有输出信号 让最边上这个中间接电器一直吸核 它们两个的组回路是互锁的 光电开关控制它 就是给它线圈通电 让它吸核 它的组回路 就断开了第二个接电器的组回路 导致 这根去这个接触器的线圈的控制线没有电 所以它现在只能往一个方向跑 买了一个通型号的 250伏交流电的 只有两根线 一输入一输出 就是个开关的作用 就是东西碰到它 它就会把这两个线接通 就是个开关 把新的换上 我把它原来那一套也恢复了 它原来这一套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样这个问题就找到了并解决了 就是光电开关出现问题 导致的电路不通 这种接近开关也叫光电开关 外形有圆的有方的 接线和电压有好几种 有弱电24伏的三线制 就是三根线 也有两根线的 直流的 还有交流的 就是刚才看这一种 就是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 感应到铁东西靠近 它就接通和断开电路 平时建的很多的就是这一种 这种也有常开和常壁 原理都差不多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就直接检测 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 是不是有坏的 它这个电路原理 近似于这一个 小车往返的一个电路图 控制电机正反转 它这里是一个线位开关 靠触点来控制接触器 原理上差不多 碰到后触点就会断开和接通 来控制接触器细合和断开 电机正反转 还有就是这两根线 不是接的一灵一火 它是串联的电路当中 一进一出 可以都是火线 也可以都是零线 来控制中间接电器的线圈 让它细合 或者是断开 通过中间接电器的主触点 来控制电路 两线的还有24伏的 这个电压低 比较安全 原理也是一样的 接通和断开 来控制住空电路 好了 今天就了解这么多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指点 请多指点